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生活回归活力和热忱 这九个方法你一定要试一试 一 停止活在他人眼里 舒本华说 人性有一个最特别的弱点 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生活中很多人之所以不快乐 就是因为太在乎周围人的反应 同时无意间的一个眼神会让心情失落许久 朋友不经意的一句话会默默地纠结半天 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 后果往往是在敏感和讨好中委屈了自己 你要明白 生活说到底是取悦自己的过程 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 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都与别人无关 真正需要在意的不是周围人的眼光 而是自己内心的感受 学会放下对别人的关注和期待 把时间和爱留给自己 当你学会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 你才能活出最闪耀的人生 二 停止后悔 有一位精神病学家职业多年 在精神病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说 自己有很多病人都把时间花在缅怀过去上 后悔曾经做过的或者没做过的事 要是我在那次准备得好一点 要是我当初没犯那样的错误 反反复复的懊悔 最终都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精神内耗 人活一生 难免有遗憾的时候 一时的反思可以推动我们进步 长久的懊悔只会令我们步履为间 你要相信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昨日失去的 明日必以另一种方式来补偿你 与其沉迷于不能改变的过去 不如坦然放下 毕竟我们无从改变过往的遗憾 却可以决定未来能不能不要留下遗憾 三 停止苛求完美 在我们的身边 完美主义者往往有两类人 一种是对自己高标准 严要求 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极致 另一种是对别人要求很多 严于利人 不允许周围人犯一点错 不管是哪一种都注定活得很累 因为这个世界 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如你所愿 《道德经》中说 大乘若缺其用不必 圆满的事物好像有所欠缺 但它的作用不会衰竭 与其在苛求完美的路上 让自己精疲力竭 不如放松下来 给生活留一点缺口 保留那份遗憾 人生也许不够完美 但是却变得更加完整 四 停止思虑过动 老张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大学毕业后 他入职了一家公司 领导找了一位老员工 带他熟悉公司业务 但是那位同事 每次和他说话 嗓门都特别大 有时候听上去 简直就像是在吵架 为此他郁闷了很久 觉得是不是自己 哪里做得不够好 得罪了对方 后来他才发现 原来那位同事耳背 常常听不清别人说话 所以在讲话时 音量也会不由自主地变大 很多事就是这样 本来没什么 就是因为想太多 才让一切变得复杂 常言道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人生的幸福 有时候就在于放空 不要思虑过多 更不要自寻烦恼 当你用一颗简单的心 去看待世界 你才能在纷繁人世中 享受到岁月静好的幸福 五 停止陷入消极 有句话说 事情压不垮人 但面对事情的态度可以 乐观的人 总能以从容和满怀 希望的步虑 轻松地走过岁月 而消极的人 却总是陷入失败 和困惑的阴影里 比如表白被拒了 就觉得此生注定孤独 比如一次没考好 就觉得以后都前途黑暗 负面的小问题 造成了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又进一步放大了问题 最后一点小事 都变成了一场灾难 珍重优秀的人 不是遇不到困难 而是在困难来临时 不会将自己 置身于颓废和悲观的情绪之中 因为他们明白 因为沉溺于负面的情绪 也改变不了现状 与其在闷闷不乐中 让事情越变越糟 不如用更加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风风雨雨 保持微笑 凡事看淡 好运才会与你不亲而遇 六 停止射线 有时候人之所以痛苦 不是因为我们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而是在心理上 默认了一个不可跨越的高度限制 因为自己不是专业出身 就放弃了原来的梦想 因为自己还是个新人 所以就不敢争取想要的机会 久而久之 但凡遇到点困难 就会选择退缩 但凡遇到点机遇 就会被无情措施 董青有句话说得好 生命的意义在于开拓 而不是固守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应该 失去前行的勇气 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 生命的每个阶段 都是新鲜 有活力的 拥有着无限的可能 一生不过三晚天 一天不过二十四小时 一味地给自己设限 就注定化地为牢 不妨勇敢一点 大胆冲破禁锢自己的牢笼 打破那些不可能 当你突破了条条框框的限制 你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七 停止反复犹豫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本想去减肥 但是一想到运动好累 就有点纠结 本想去旅行 但是一想到 出发前要做的功课和准备 就有点动摇 本想去创业 但是一想到 可能面对的困难 就有点迟疑 犹犹豫遇到最后 常常发现 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成 作家托补华曾说 人生总有很多左右为难的事 如果你在做与不做之间纠结 那么不要反复推演 立即去做 所谓三思后心 如果只停留在三思 所有美好的愿景 都会沦为遗憾 放弃脑海中左右摇摆的想法 扔掉心里徘徊不定的计划 趁着年轻 趁着还有梦 大胆地去追逐 放肆地去折腾 很多事情啊 你不果断尝试 永远都不会知道结果会是怎样 成也好 败也罢 只要你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相信一定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精心 八 停止自我攻击 我真差劲 因为我不会说话 情伤太低了 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 我不配被爱 因为我不够优秀 内耗的一个重大原因 就是无法接纳自己 进而自我攻击 当你不满意自己 对自己挑三减四时 你就注定很难得到快乐 人活在世上 最难也最重要的课程 就是和自己和解 或许你不上言辞 但是你有着出色的行动力 能代替一切花言巧语 或许你能力一般 但是你一直勤勤恳恳 让家人得以衣食无忧 或许你普普通通 但是你有着良好的品行 足以得到大家的喜爱和尊重 所以从今天起 不要再自我贬低 学会相信自己 欣赏自己 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只要你拥抱自己 世界才会敞开怀抱接纳你 九 停止拖延 奥巴马当选总统时 有人问他 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他回答了四个字 总是提前 为什么提前去做 就是因为不想让拖延的习惯 成为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拖延是一片雪花到雪崩的积累 长久拖延只会让我们陷入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之中 打败拖延也很简单 只需要记住两个字 行动 今日是今日必 永远不要把问题拖到明天再处理 当你培养了自己的行动力 那些让你不安和烦躁的问题 都会主意消解 也只有行动起来 那些美好的愿景 才不会成为口头的异象 你所渴望的改变 需要从现在开始改变 不拖延 不等待 不逃避 想要的生活才会奔宁而来 杨将先生说 人虽然渺小 人生虽然短 但是人能学 人能修身 人能自我完善 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 任何时候 我们都是自己精神内耗的制造者 也是唯一的终结者 告别内耗 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战斗 当你克服了内心的障碍 你会见到别样的风景 领略到不一样的人生 从现在开始 改变自己 摆脱智库 用轻松 欢畅的脚步 度过余生的每一天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先赞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